嗨,艾伦sir,我讨论了很多讲序 所以我听到很多人有很多问题 有些问题我就回答不了 不如我组织了他们的问题 就问一问你,究竟你可不可以帮帮他们? 好吗?好 我就自己写下来 第一个问题就是买楼最重要是租得出 你租不出也没意义 那怎样可以买完楼之后保证租得到呢? OK,这个好问题 这个好问题 就是很多人买楼就怕在英国买完就租不出 所以我先解答一下这个 我预备了一些部分 好了,其实租不租得出呢? 好看那里有多少家屋和多少家庭 例如美国那样 有10家屋,之后只有9个家庭 长期有家屋就租不出 所以美国或者加拿大很多地方是够住的 但英国其实就不是的 它有10家屋,但它永远家庭数目都是多个可住的屋 例如有13个家庭 那那三个家庭怎么办呢?难道是睡街吗? 所以它的现象就是 那三个家庭会屈进去第8、第9、第10家屋 好像分层一样 好像我们村屋一家屋 其实住了三个家庭 他们也是 有些屋就有分间的现象去出租 或者有些劏房的现象去出租 从而你看到这些现象在 代表一些正常的屋就已经住满了 所以租给街 但是就算租给一些穷人也好 有钱也好 是确实有人跟你租的 因为不够屋住 那情况就是这样 所以一定做出租 Ellen Sir 英国楼长期供不应求是这样 可以这样说 没错 好了 那我见过一些 叫做劏房 我就不可以用劏房来形容 因为如果听到劏房 那些香港人以为你好像香港的讨论 其实这些是不是叫做HMO 是的 那些HMO 其实比香港那些比较漂亮的 可以说 大一点 如果你想知道超级详细 英国楼以下的东西 你可以在下面报名 有连续去听 可能都是850尺 一间房间 加一个厕所 厨房可能在外面分享 所以有这些现象出现 正常一个家庭 一间屋你卖出租 肯定出租到 OK 就是容易出租了 最怕就是租霸 怎样可以不要租给租霸 令到自己身在海外的麻烦呢 嗯 第二个问题就是租霸 通常都害怕 就算租到 恶梦就开始了 第一我们就不租给那些叫做 最穷那些人的 租给一些赚钱那些 好了 但赚钱那些可能都有租霸的 所以第一个答案就是 那边有一样东西叫credit check 那就是credit check了 那个人的背景 他有没有不交租的记录 甚至乎不交其他的记录 如水电汇 宽频 电话费 council text 如果他们有这些记录 是会被人租了上去的 那从而我一搜寻 或者个letting agent一搜寻 看到的话 外底花就不租给这个人了 就是业主不用怕 就是帮我们出租的agent 会做这个check的 是吗 是的 会做这个check的 是吗 又有独立屋 又有排屋 又有HMO 又有很多的 住客都很多的类型 那究竟我们应该 如果要投资的话 买哪种的组合呢 成为香港呢 OK 这个问题你之前都告诉我 所以我特意安排了一个slide 就是这个slide 这个呢 就是基本上都我精心去画出来 给大家看一下 基本上呢 很多屋的 不同款式屋的 物业类型有这么多 但是我们多数买呢 就是买这些叫做牌屋 或者孖屋 那买完出来呢 我们多数都是做两样东西 一就是租给一家人 二就是分租的形式去出租 那如果租给一家人呢 我们一是就租给一些 叫做OK收入的家庭 从而得到那个租金回报 大概五六七左右 那又或者 有个选择呢 我们直接租给那些叫公屋户 就是政府给钱那些的 低收入我们就可能不一定租 但是他情无收入呢 那么政府就安置他们 那么政府出租 政府给钱 就他们住 那么这里呢 那么有一些区是抵造的呢 就可以高至九厘几十厘的 所以这些 那你说租不租给一些高收入的家庭呢 那些都会的 但是你买那间屋就相对的贵 可能你的租金回报就会低一些 那么所以就 从投资角度就不是惹惹 要租给最帅气的客户的 就是这样的意思 那如果你说分租 那我们多数都是租给OK收入的人士 就是他们都是做东西的 你说学生那些做不做呢 反而就不做 因为学生很犯的 他破坏力很高的 他不是特意整坏力很高的 就是他不是特意整坏力很高的 但是他经常留在那间屋里 你这间屋的wear and tear就会高了 所以就算分租 都是租给一些收入 有收入的人士 那当然有其他的玩法 有得叫做flip 有得买铺 有得买铺 有得买地 那些带货 第一间屋大家去做就不用了 你说一说flip 我想有些听众看到flip 不断讲一讲 就知道 原来这个都可以是一个出租的一个途径 flip呢 其实就是有些烂屋 那是没有人争的 同时你买完 那可能你五万磅买回来 那做就做三万磅 那你就做了八万磅 但是其实那个市场 一间整好的房子 那里是可以十万磅的 那你就可以赚到大概两万磅的升值 但是当那个市场没有升值 你都做了这一样东西 去令到家屋翻新了 那就赚了这两万磅 但是就不是一个买楼的策略 这个就好像一个短期做生意的策略 OK 那原来好像你刚才这么说 我们找到租客 那租客一定要有个Lating agent 就是等于出租 Lating agent代表我们要出租 那我也听过 我自己出租过 你醒天呢 有个波拉又坏 一旦又坏 又坏了 那到底我们怎么找一个 我们值得信任的Lating agent 尤其是漏水 因为它说爆喉 爆喉和漏水差很远 是的 可能有时候不好的Lating agent 就会说 那家本来漏水 它说爆喉 其实就想赚你一些维修费 其实对的 买一间屋不难 但是你找一个好的Lating agent 或者Management agent 去帮你管理 就难的 那尤其是 以我 美国我都买过一间屋的经验 其实美国会严重很多 这一样东西 就是美国都会找 真的 因为美国人 真的在地产上 真的 美国人 想找美国人 去管他跨区的楼 他们都会找自己人办 何况外国人 是的 但是英国我看回呢 就 gentleman 很多的 就是他们真的做生意 而赚英国当赚的钱 就算 但是都会有一些 是想会找多少少的 就是报大数 就说这个东西不合作 其实就 没什么的 报大数要换 那我们怎么做呢 第一 我们就团购 就是我们所有的 我们的同学 会员 我们就某一个区 就找定一个Lating agent 当然那个Lating agent 本身也是好 我们要查过去DD 我自己找他管了一段时间 我才介绍给他们 好了 从而就 就变成了大客 就是你要做到一个大客 的效果 虽然可能就是一间屋 从而你就看到他的pattern 他会不会跟这个人又是说 又坏这一样东西 又跟B 跟C 跟D 都是坏这一样东西 那看到一个pattern 那他没有这些pattern 那就可以了 或者如果有真的坏 是真的坏的 就可以了 还有如果有的话 我们会怎样呢 我们会说我集体搬钱了 拜拜 那因为我们大哭嘛 就是这些Banking power 这个意思就是 最好呢 就大家团队在一起 成为一个有实力的 叫做 客户 业主 有实力的业主 就对那些人来说 那些agent来说 他就不会那么玩 就是一个人说完之后 就失去了很多客户 是的 如果他是真的找你 那其实第一 很容易看到 因为整班 如果你只有一个 你是一间屋 租给他 就是给他管 那人家说坏 你都不知道是真的 但是如果你是整班的 他说这个又这么说 这个又这么说 这个又这么说 那我们可以看到的 对了 就是大家 我们可以互相沟通 对了 如果他是这样 我们就集体搬去隔壁 那他就没有了 不是一个客户 没有了三十个 没有了五十个客户 另外一个问题 一些人一听到就害怕了 就是我朋友 我跟他说过 我都退休了 我都在英国住了 不过听说 英国的税很贵 好了 在买楼收租 收租的租金 如何被人购买呢 就是在英国来说 属于什么的税种呢 还有没有可能 就是合法地 我们不赞成人逃税的 合法地可以少一些税 是的 这个是一个很多人很害怕的问题 但是我想说 其实你怕什么呢 这个是你赚到钱之后才给税 很多人连给税的资格都没有 因为他连一个租客都没有 所以其实不用怕给税 如果你真的很开心地 每个月有十万港币收租了 你就要给很多税了 很多人去帮 那边呢 其实税就分 叫做 大致上 投资物业的税呢 有四种 那有两种呢 是叫做 not happy tax的 就是你在未赚钱的情况下 你就要给的 是的 另外一种呢 就是happy tax的 好了 第一种呢 其实就是stem duty 这个其实又不是很贵的 大概是3% 就是你买这十几万的房子 都是3% 都是几千磅而已 所以这个就算 我在未赚钱的情况下 都要给的 那也没算 我先问一下 最贵的stem duty tax 是多少% 可以去到12% 一百万磅以上是多少钱呢 一百万磅你都去到差不多12%了 所以那些买那些 是的 如果你买得贵 你就不要就这么跟这个方法 就这么给了 有些的tax planning 是可以合法地减少去给的 都要给的 硬给的 就好像香港你买一层楼 你都硬给stem duty了 这个 好了 接着之后happy tax 就是你收到租回来的税 那如果你是个人买楼 你就income tax 那就打20% 就是收实 减了所有开支 收实打20% 也不贵的 那如果有些人 都挺容易的 有些人 可能是高税街的 那还要是 可能踏入40%那里的 所以这个是容易的 所以绝对不鼓励大家 去买很多楼 是under自己的名字 这个不行的 但是如果你买很多楼 那就是 你就放在一间公司里 那就是用公司的税制去计 那这就是19% 那你说我没有什么分别 20%和19% 其实很大分别 因为你公司税 你的会计是多很多方式 合法地帮你去叫做 要赚少些钱 因为你真的有开支 那从而你 你真的实收就少了 那那里的19% 和那里 是没得走赚的20% 就差很远了 那再之后 你说扣极都扣了 都没得扣 都没得扣 不可以乱来扣 那再进展一些的 tax planning 都还有 那这里不说了 但是纯粹就是说 其实你可以去用海外的公司 去hold英国的物业 从而那些税 亦都是可以省到七八成的税 所以都要给的 但是你会给的很开心 你会觉得 哇这么划的 那这里 cap and game tax都是 都是可以很多方法 可以如果你在公司的层面 就可以去省到的 还有当然了 你不买那层楼 你只是加按拿回钱出来 就没有capital game tax 那最后 那再问一问 如果买一层楼 假设我买一层楼 私人 香港很多人就是这样 买一层楼 赚了10万磅 那里 这个是当是什么的tax personal 就是是不是属于personal capital game tax 你个人买 都是capital game tax 就18或者28的 都是金的 都是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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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公司hold 就有很多走赚位的 是的 是的 当然了 最后inheritant tax 我这里就不多说了 这个就 都是可以通过公司的形式 去减免少少的 走赚位一定多些 所以千万害怕给税 这个是遗产税 是的 遗产税 没错 遗产税 是的 可以给到四成的 是的 如果你什么tax planning都不做 你又用完你的免税额 就四成的 OK 是的 是贵的 所以就不用怕给税 你怕你赚到钱 还没有税 这个反而更怕 好了 另一个问题 我知道你到处都去投资 我想你有manchester 又有london 又没有nottingham 或者有boomington 那么多地方 有lis 有liverpool 你觉得哪个区 是值得一般香港人 投资 有很多 很多人可能没去过 是的 很多人 一想到英国楼 就想着伦敦 但是伦敦 可能钱又不够 那就买一些很小的伦敦楼 我觉得是很错的 伦敦是好 但是买一层楼 收租 然后租金帮到你的生活 伦敦就做得很差的 只有三四厘租金而已 所以你有限的资金也好 很多资金也好 那个租金回报都是只有三四厘的 那帮你不得太多 你想找一些租金的样子 所以我们就反而买 离开伦敦的 例如买manchester liverpool litz 这些 这几个城市都好的 而且它的租金 起步都大概有 五厘半 六厘 甚至乎litz那些 我们最尽可以做到 真的九厘半 全力 九厘半都可以 那这些就帮到你了 就是我投资一百万 我每年有回大概九万五 港币也好 你投资一百万港币 有回九万五 每个月有七八千元 那就叫做 开始帮到你了 那你说伦敦的楼 会升得快些 那样 其实不是的 伦敦刚刚2020年 其实没什么升过的 反而manchester 就升了大概 那些楼子 是升了大概 十二至二十个percent 很夸张 这一年 这一年 是啊 19变年 疫情之后 是啊 疫情都升了 那是不是香港人炒贵了呢 没关系 香港人没那么厉害 可以炒贵整个城市 是当地人照买 那就升了 那些银马西的楼子 十万变十二万 是啊 十万变十二万 很容易而已 已经二十个percent 另外一个 我相信很多香港人移居去伦敦 教育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那我都知道什么叫好校区 例如outstanding 但是在信息搜查方面 香港人可能不是很知 要靠他们听你的讲座 那其实你也有些方法 可以让人知道哪些校区 很多很透明的数据分析 那你想知道一些 关于二手物业的东西 在这几分钟 所以八个小时 我浓缩了会讲以下这些 就是第一 物业便宜还是贵 我们要很懂得分析的 除了刚才用bill cost分析 还有其他的分析方法 那我会帮大家去地球上 哪个国家是最底 和最稳定的 就不要相信我 我会列出来 从而你都会计算 你便会知道 接着重要 买哪个区最底 这里当然是讲英国 哪个区最底 是讲将来的升值 和现有的收租 当然将来的收租 是不是伦敦 曼切斯特 利物浦 哪些款最底 有妈屋排屋 按揭 关键就是英国 你没有英国收入 都可以借到那边的按揭 哪间银行是最低利息 他们的按揭游戏 怎样玩 这个已经很关键 当地人第一次买楼 就可以做到九成半按揭 那外国人正正常常 最尽就是七成半按揭 但是怎样用一些 叫做些少的财技 都可以做到十成按揭 借载都可以 那买楼的程序 最关键是 落定 那边可以不用落定 去买楼 所以有好有不好 最后 香港你试试买第二层楼 你已经是肩抽贵的利引税 那边就算你买第二层楼 那边的利引税 我当你不省 都比香港便宜很多 在便宜的情况下 怎样可以再省税 但如果你是BNO过去 你买那层楼 就不是十几万磅了 你买得起码 最便宜 我想你都会买回 40万磅的楼 你买这些楼 就一定要知道 怎样买入那一刻 可以省到 因为这里是说 你给可能是 例如你买一米的楼 你都给5-6万磅的税 起码 而且你给那里便宜一半 是在说 省二三十万港币 还有就是 如果你这么幸运 还是不幸运 我都不知道 你下了订 买一层新楼 楼花 你更加需要知道 因为楼花多数都贵 而且楼花多数都可以有一个方法 可以省税 是比较方便容易的 卖给你的发展商 他都不懂 我懂 好了 还有什么其他的策略可以玩 例如做劏房 疫情之后 做不做得到Airbnb 疫情前Airbnb是很好做的 HA 就是租给政府包租那些 还有楼花都 就是不幸地你买了 有什么方法 可以叫做最抵的方法去玩呢 这样 虽然都是不抵的 但是叫做不抵里面 就是最抵的 班底了 有两组班底的 红色这些我就觉得 是你必经的人 就是经纪 你都必经 律师 創收 出租 这些你必须要的 那怎么去玩 怎么去做 有没有人帮你 有没有介绍 这些就是一些 你未必需要的 就是厌楼你可能真的未必需要的 但当然建议 即使 他帮你加建 改建 做劏房 会计 这些你真的可以自己做 如果你懂 taxpanner 怎么可以帮你省税 这些不是must的 物业团体 但是是给你advance 少少的 怎么去玩 最后就是逼实地考察 虽然现在 我们暂时疫情就暂停了考察 但未来开盘的时候 我们的考察是怎样玩呢 你想知道 可以去离我们这个八小时的物业浓缩 讲完以下这些更多的 总而可以按下面那条link 它是没有名字的